接著繼續來看 首先第一個呢 我們上個禮拜的這個影片的話會放在論壇 所以如果你想要回去要複習的話 那可以自行再加入啦 記得要給我你的學號跟姓名 那我會把你加進來 那如果你有加進來 理論上應該會收到這個連結 等於第一次上課 那我每一次上課的話我會給一個清單 也就是我們到底上個禮拜上哪些內容 第一個當然我們就開始大概把那個問卷做完 然後並且做一些課程說明 然後並且的話直接就開始上課 然後其實後面的題目都是那個 Excel內建函數 即便可以也不恰當 因為太複雜了 所以很多事情基本上 如果你只會Excel裡面內部的函數 當然在工作上已經很厲害了啦 我覺得好像現在職場上面 而且是最低限度 但如果說你想要再更上一層樓的話 一定要把VBA學好 因為VBA如果沒有學好的話 那基本上 你很多複雜的事情還是做不出來 那我後面會舉一些例子 就是其實基本上 就不會再用Excel的函數了 基本上就寫VBA的程式 所以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 那上個禮拜我們主要是舉幾個例子 就是103有一個題目103 計算資料裡面 到底 就是裡面如果有數字 還有英文還有中文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算它的數量的話 那該怎麼做 數字幾個 英文幾個 中文幾個 當然最後算幾個好像比較沒有特別的用處 大部分都把那些滯留下來 所以如果假設一個儲存格裡面有數字 有英文有中文 OK 有的時候你剛好要取得某部分的資料的話 那你要怎麼樣快速可以把它分開來 那這個地方的話 最重要的概念就是 你要知道說 VBA裡面哪一個函數呢 可以知道那個字它的內碼是 就是它的內碼就對了 那裡面的話記得是ASC 有一個ASC的一個函數 如果你給它一個字 它會告訴你說 你這個字的內碼的位置在哪裡 那透過內碼的位置 我們可以求得就是它到底是數字 還是英文還是中文 那英文的話 因為它有大小寫 所以我上禮拜的範例是直接轉成大寫 再來判斷 因為你如果大寫小寫 那邊要判斷兩次 所以比較簡單的方法 你通常就是把它全部轉成大寫 再來判斷就判斷一次就好 所以會用到一個函數叫U-CASE U-CASE 那如果把它轉成小寫就L-CASE 有沒有OK 其他的話還有上個禮拜 還有講到有一個住宅竊到這個什麼 未住址的這個範例在台北市 比如說我想知道說台北市哪一區的治安最差 因為竊到案件最多 那相對的 那哪一條路上面它的那個這個失竊率最高 那如果其實比較難的應該是 就是區比較簡單 它可以用內建的函數OK 但是哪一條路 因為路不只地址裡面 其實它這個給的資料太複雜了 因為它路的部分還有什麼 還有除了路之外還有街 不是只有路啦 什麼什麼路 還有什麼什麼街吧 比較小條的 另外還有什麼什麼道 其實好像只有市民大道 台北市好像只有 還有沒有什麼道 凱達格蘭大道 對 凱達格蘭大道 而且說後來給的 OK 那其實它本來應該是另外一條 我記得好像以前比較凱達格蘭 以前叫什麼路呢 借舟 對 借舟路 OK 應該知道的人都應該有點年紀了 我開玩笑了 可是應該是比較資深的 OK 所以比較麻煩 變成說你要判斷什麼 路接道對不對 然後前面的話它有麻煩 有的有區 有的有里 有的有林 那如果有區你要抓區 也不會應該到過來 因為有林的話先抓林 然後再抓里 再抓區 所以會變成說多重判斷 那如果你不會用多重判斷 去寫這個邏輯的話 當然這個事情就很麻煩了 最後當然我們有把那個相關的程式 放在雲端白板 所以如果你想參考的話 可以到雲端白板的第一個單元 上個禮拜的東西都在這裡 所以每一次 這個是題目檔在這裡 第一個範例 第二個範例 那今天的話第三 今天我們先來看一下 當然還有其他的 可能我們時間不太夠的話 有些都給各位當練習題 我們待會再來講這一題 Google試算表的複選資料 要把它做切割的話 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 請各位開啟那個範例檔 在單元1裡面 OK 單元1 找到這個範例 那這個範例也是同學提出來的問題 因為他 常常用那個Google試算表 那個做問卷 其實那個Google試算表 那還當問卷 做問卷其實還蠻方便的 但是他遇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請各位看一下D欄 D欄 D欄的部分的話 因為他這個是 過試算表的表單功能 他只要是複選的 就打勾的 他就會變成說 第一個當然是只有一個 他如果選一個 那OK 比較簡單 可是他如果底下有三個 他會中間加豆點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你要統計數量 比如用Countif來Countif 你會發現不行 為什麼 因為他資料在同一個儲存歌裡面 你就沒有辦法做Countif了 所以怎麼辦呢 他的需求 其實很簡單 我希望怎麼樣 把他這些資料做分開 尤其是複選 比如說第一個這個比較 第一個 這個是直接過來 我要切割到G欄 那這個的話變成說 我如果要把這個做切割的話 我變成說 我要先把這一個有沒有 複製到這邊來 這個這個是第一個 那這個是第二個 變成說我要再 假設 如果我用突發鏈鋼的話 變成你要這樣 這樣子 然後這個的話呢 變成這個要把它 放在第四個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是放第一個嘛 那這個變成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後面應該還有 五 六 七 八 也應該懂我的邏輯啦 可是問題來了 這有沒有用什麼函數可以辦到呢 內線函數應該沒有這種函數吧 它分隔逗點 然後自動放在哪裡 放到它隔壁藍的往下放 OK 不是往右放 是往下放 當然你可能會想說 老師那我可以用什麼 資料剖析啊 可是問題資料剖析有沒有 你剖析的話呢 變成你要有固定的 比如說你要三個就全部都三個 你要四個全部都四個 那沒有啊 它有一個有三個有四個有兩個 那數量不確定的話 那你怎麼剖 對不對 你想說全部都剖一樣 可是你剖開之後的話 它又會放在右邊 那右邊的話你可能還在處理 其實很麻煩 所以跟各位講一下 想想看有沒有什麼方法 反正就是不要土法煉鋼 要完成這件事情 那其實喔 跟各位提示一下 其實可以用呢 上個禮拜有講到一個函數喔 那個函數非常好用喔 叫什麼 叫Split 對對對 Split 有沒有 上個禮拜Split 這個函數 那你後面的話呢 就跟它講說哪一個儲存格 然後以豆點當成它的那個分格 有沒有 豆點 但是呢 它Split之後的話 你變成前面要用一個 AR的變數去接 因為它切過來的話 它會是一個陣列喔 OK 所以這個部分比較麻煩 那陣列的話呢 變成說它裡面有 假如說像以這個來看 這個0 以0開始啦 編號112的話 那你變成說你先取這個 把它放這邊 再取這個 放這邊 再取這個 放這邊 欸 那我要怎麼做喔 才能夠完成這個 這個部分 其實說真的啦 如果你用Split 會做的話程式不多 很快 OK 但是你不會用的話 那就勢必要土法煉鋼 大概是這個問題喔 想想看 如果可以寫的出來 試試看 或者你可以用別的方法也沒關係啦 不過想到最簡單的 是用這個Split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而且工作上很多類似 這種案例 就是說其實它是不規則的資料 可能長度不一 但是它有固定的 就是中間會有一個分格符號 但是我們需要把它做切割 放在我指定的儲存格裡面的話 那這個部分的話 該怎麼做 那我們待會一樣按部就班來看 裡面的話會用到上禮拜講過 第一個Split 第二個的話 因為我不知道它的數量是幾個 所以我可以用什麼 有一個叫Ubound有沒有 Ubound 就知道說它總共有幾個編號 比如說我三個的話就012 它Ubound回來就跟我講2 因為最大的編號到2的意思 有沒有 那我就知道說 那我到底要跑幾次回圈呢 有沒有 那我跑幾次回圈之後的話 一直讓它往下面放的話 這個部分該怎麼做 比較簡單啦 OK 所以這一題的重點 如果可以 最好當然就是用兩個函數 一個Split 一個是Ubound 大概這兩個函數 然後再跑個回圈 讓它可以反覆幫你完成這件事情 那我要的結果 我希望把它全部拆開來 而且按照我剛剛給的邏輯 分別把資料從D欄放到G欄 OK 因為中間有一些隱藏 因為這個是問卷的資料 那有些當然還有別的欄 因為只要有這種複選 就遇到類似 因為它用那個問卷的方式得到資料 但問題它做一個資料的統計分析的時候 它發現不行 它全部都在一個儲存格裡面 有很多逗點 它沒有辦法把它分開來的話 這個地方要該怎麼做比較簡單 OK 來試試看 绥微賣碳 hotel 等 1 2